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讲了主场景的搭建和角色动画的编辑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将要讲解的是 角色控制脚本的编辑 我们主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多态 什么是多态 为什么会用到多态 因为我们 我们的角色首先要思考我们游戏中的角色 有我们的玩家 玩家就是我们现在有两种角色 一个是武士 一个是弓箭手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敌人 然后这三 三种角色呢 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比如说武士和弓箭手他的那种攻击方式 攻击动作 他的攻击的特效是不一样的对吧 然后那个 enemy和那个玩家 玩家他们之间的那个攻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enemy是 就是敌人他是需要AI的对吧 我们的玩家是我们玩家来控制 那么他们所有的 因为这种特性呢 所以说我们就要运用到多态 他的功能了 面向对象呢 他有三大特征 多态的定义 就是指允许不同的对象 对同一的消息做出响应 即同一消息可以根据发送对象的不同 而采取多种不同的行为方式 这句话反映到我们 其将要编辑的脚本里面就是说 我们编辑一个付类 付类entity 那么让这个entity来操纵所有的动作 比如说操纵 一些帽子啦 等等就砍上帽子 那么他 则这个行为他们都有 所以说就让付类来 实施这个行为 写这个方法 那么 就是对不同的对象 但是呢 对不同的对象 他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响应方式 比如说我们wario 他的砍杀了之后 他的那个伤害 还有包括他的那个 表现形态 比如说特效啊 是跟 跟这个攻击手 和这个enemy 敌人等等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多态呢 是好处多多的 理论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 我们还有 还有一个类呢 要讲到的是这个entity manager的管理类 就是说这是一种设计思路 我们 角色中 在这个 整个游戏中创建了那么多角色 是需要一个东西来管理他们的 就管理他们的生成 管理他们的销毁 对不对 所以说还有一个entity manager类 所以本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以写代码为主 其实要实现的 一个 看起来的 这个 就是直接运行看的功能呢 是比较小的 其实就是 只是运行 然后 上节课已经实现的 一个创建 对吧 创建之后 让这个场景生成一个 我们这个玩家 让玩家的这个 有个站立动作 就行了 主要是 一些脚本的编辑 来到我们这个script的 脚本 这个文件夹里面 创建一个 folder 就叫它entity 先创建一个 所有的副类 所有角色的副类 ntity 然后再创建一个 player 管理玩家的副类 warrior和 acture的副类 再创建 player下面的warrior player player下面的 还有anemy 先把这个逻辑整体框架给创建出来 然后再具体去一个一个的写代码 anemy ntt manager 按照我们刚才讲解的这个理论的一个思路 我们创建了所有的这个游戏的一个脚本 我们先来编写我们的ntt anemy 他要拿到这个anemy的的引用 我喜欢在那个void awake里面去 初始化 他所要拿到的引用 因为awake是最先调用的 这样避免 出现 暴空啊 等等那些错误 等于transform 好了我们也把那个 复根节点拿到 myroot transform 直接去拿到enemy这个 component 不进 拿到之后 我们这个ntt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操作我们玩家的动作 对吧 所以说我们先来写一个总的方法 我们是通过代码来操作动作的 public void play animation 传入动作的string 动作的名字 name 来判断一下 传进来是不是错误的 如果说anemyname 我们就要log一个消息出来 传入动作为空 然后return 如果传输的动作是对的话 就播放 我们可以直接用enemyter 点 play 就可以 就可以播放 然后 控制 控制 站立行走等等 protected 就是指 我们子类跟负类 可以 都可以调用的方法 如果是public 就是 所有的都可以调用 如果是private 那么只有entity可以调用 他进入了站立的 这个 animation gamedefine 点idle 我们来看一下 gamedefine 有没有定义我们这些动作 把名字引用写上来 public constant string 首先是idle的这个动作 anemyidle 然后 我们总共有6个动作 我们然后现在拿到所有6个动作的 这些名字全部编辑好了 我们就可以去 直接调用 gimmedefine 点idle 他就应该进入idle的一个动作 protected void 还有行走起来了 走起来 run 手机的动作 pac1 这个角色的6个形态 我们就用6个方法来给他封装了 然后 进入了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他就会表现 播放他相应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还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 进入了我们这个形态之后 他应该是记录他当前的状态 比如说idle 那我 那我角色就应该记录下 我是 站立idle的一个状态 对吧 就是我们还要创建一个 美举的美举类 来记录我们这个entity的一些状态 方便我们程序的一些调用 去监测这个 角色的一个状态 主性是idle 6种状态 状态的一个运用public 我们最好把我们 复类的写成protected 这样子类也可以调用 public ntdstate mystate 他们进入他如果进入了idle mystate 就应该 复为ntdstate.idle 对吧 如果在 再往深入写的话 我们就需要一个状态机来控制 我们玩角色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个复类现在要写住的一些方法就是这么多 继承 我们再来 player需要继承自我们这个entity 我们来编写我们的player 继承直接就把这个改了 继承自我们的entity 我这两个也可以删掉了 然后下面warrior是继承自player的 player 有一个enemy 我们这个逻辑 框架就已经搭完了 然后 到了我们具体要写 我们需要这角色去动了 然后玩家去动了 enemy的一些air 我们就具体把代码写到这个 具体的脚本里面 nttmanager nttmanager呢 因为它是 到处都要去调用 创建我们这个角色 调用销毁我们这个角色 所以说我们 之前讲过如果到处都要调用的东西呢 我们一般会把它设计为一个单例 所以说我们这个leadmanager 我们也会把它设计成一个单例 创建一个private的 静态的 储存这个 单例的 引用 instance 然后再创建一个公共的 调用的 方法 估计 估计 我们用get 如果判定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nttmanager要做的一个事情 首先 就是应该创建角色对吧 create create entity 这时候创建这个 ntt的时候 你肯定要告诉我 你要创建什么ntt 所以说你应该传输一个string ntt name对吧 object 首先新建 把gameobject 给load出来 manager instance.load 我们之前说的loadresource loadt load entity 玩家私体 ntt name 然后load了之后 我们要拿到 挂在这个 object上面的ntt脚本 如果它是空的呢 如果它没有 对吧 如果去取我们这个ntt 我们还没有实力化 我们还要把它实力化到场景中对吧 现在这个load object 如果它是空的 它们就给这个新 加一个 add component 加一个 这个脚本 然后再return 返回 我们这个就是创建一个 实体的这个过程 但是 我们从外面 已经知道了 我们这个ntt下面还有 有这个player 有warrior 有enemy 那么我们具体把它创建成什么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 这时候我们那个模板类的 方式就可以应用进来了 就不要是一个ntt 创建一个t 传入一个 把它写成一个 模板 规定这个 规定这个模板 它需要继承 它需要继承 是ntt的 我们在return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转成这个模板 return t 这样你就是传进来一个比如说你需要player 你把这个传进来就是一个player 就转出去也是一个player 然后我们这个ntt被创建出来之后 它还需要怎么设置它的位置对吧 我们这个玩家被创建应该创建在哪里呢他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再写一个初始化的方法 public void enit entity 你要enit呢你得告诉位置跟潮向对吧 还有一个是它的转向 myroot position 我设置它的位置 看到 它的这个潮向 lookat enit 你再来到enttmanager这边 你再创建我的时候还要再创 传入一个 位置 朝向 应该转向那边 然后初始化它 enit entity pose 现在我们来给我们的模型挂载上 挂载上它相应的一个脚本 有我们的这个actual模型 这个弓箭手 我这个武士的一个模型 我们都还没有挂上脚本的吧 acron 我们就给它挂上actual模型 伍式就挂上武士的模型 这个时候我们要写一个这个场景的管理器 这个场景的管理器 它负责 这个本场景需要创建的角色 本场景需要创建的一些enemy levelmanager 打开 我们把navelmanager呢挂在这个root上面 好 这时候就来控制 我们这个场景一初始化完成 然后就创建一个角色 在这里站 那么它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在start的时候 去调用 entity manager 就create entity 然后创建一个角色在那站着 player的一个引用 就叫player 方便控制 就是 private 然后我们需要检测一下 我们玩家究竟选的是武士还是 选的那个游侠对吧 所以说就需要在game manager里面去拿到 究竟当时玩家选的是武士还是游侠 那么我们就要创建一个接口 让外面去调用 corrector type get return出去 对 这个应该是getint character type 成type 好 外面就拿到了我们当前 玩家已经选择了一个角色的 这个type 回到我们的levelmanager 首先判定 首先判定我们拿到的这个type是什么 type如果说是等于武士的话 点warrior 那么就复成是武士 就是gamedefine 点warrior 点右键 点击 转到定义 没有定义这个 入境 入境 入境在这里 拿出去 放放到我们gamedefine里面 然后弄成public的 然后cast 然后这边 来处处了 给redefine 给 and 给它改回来 改回来之后 再次回到我们这个levelmanager那里 从gamedefine点 如果它是warrior 就是应该是warrior pass对吧 else 另外的应该就只有游侠了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 不需要再判定 pass 拿到它这个之后 我们再调用 ntdmanager ntdmanager.instance.create 我们需要创建的是玩家 player 然后这时候传入 玩家的名字 资源路径 然后再传入它要创建的位置 newvictor 请创建 3 for的意思就 叫 write 看着前面吧 3.forward 朝向就看前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 加个f 如果是伏电数的话 需要加个f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玩家就创建完毕了 当我们从创建角色界面切入到这个主 主场景界面之后 应该就这儿就应该给我们创建一个 角色在这 看一下我们挂上去了 level manager 然后现在回到我们这个 send start 开始界面 然后点击 开始 创建一个54 随便说个名字 好 然后我们的54就站在这里了 转向好像不太对 我们不用这个lookat 我们用rotation rotation 就等于 quartelian 我们用这个 4元素.look rotation 让它转向正确的位置 好 现在就朝向我们了 好 那我们本节课讲的内容呢 主要其实就是 这边 主要是一个 entity的这个整个框架的一个设计 我们像player这些都还没有填充上代码 因为还没有涉及到 但是我们整个框架已经出来了 就是有一个管理器 来管理这个entity 然后有一个fully entity 然后entity下面的籍类是player和enemy 然后两种不同的 然后player下面又分了两个籍类 varial和ecker 然后主要是 通过这个来理解我们游戏中一个多态的一个应用 好 那么本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